元朗堂的弟兄姊妹,社区朋友,早晨,我是Simon,是播道会的传道童工,直属在播道会香港猜会,代表猜会向各位问安。 播道会猜会是一个中派性的猜会,什么叫中派性的猜会呢? 相信在这个疫情期间,可能你或者你的亲友或者你的朋友都有去叫一些外卖食物促递的应用程式了, 又或者透过网上购物的应用程式来解决足不出户物资补充的需要。 而中派猜会就其中一个功能,就好像类似这一类的应用程式, 去成为60家香港播道童会和世界各地的福音工场成为一个沟通平台, 将资源去调配到所需的地方,去促进当地的福音发展。 那今天的讲题就叫共建信仰支援网。 当你叫这个网,你会想起什么呢? 我以前就在大学的时候就读计算机科学的, 那些人就觉得总之叫IT, 网可能对我来说就想起网络了, 网络就想起互联网了, 所以刚才他讲到一个手机应用程式, 就是一个互联网一个应用的例子。 是的,的而且互联网是帮助到我们去解决生活上的难题, 甚至乎去打破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地位的界限。 就好像九月的开始, 教会的Sunday Kids, 就逢色录的下午五点钟, 就举行Hey Hey Saturday。 这个网上节目是除了教大人, 小朋友如何去学整手工, 也有看福音卡通漫画, 又讲一下muffin等等, 有一个有掌问答环节的情况。 哪一个小朋友第一时间打通电话, 又答对的话, 就立刻会安排专人将那份礼物送到你家。 整个过程又有心思, 又帮小朋友解门, 又窩心, 元朗堂就是充满爱的群体。 另外,上星期有位信徒透过WhatsApp跟我分享, 他刚刚转职新公司, 大概三个月左右, 但是公司因为面对经济不景, 要结束营业, 无奈被解雇, 从文字的字旅行间, 我感受到他有点彷徨, 有点后悔, 后悔做了转工的决定。 其实旧公司经济的状况很稳定, 其实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势跳槽。 那时候我就心里面去祈祷, 求神给他一些什么安慰的说话呢? 突然之间我想起一位做开职业辅导的弟兄, 他帮助人去整理工作的履历, 专长, 嗜好, 从而去探索未来的新方向。 多朋友去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突然感到很被鼓舞, 很想知道更多有关这方面的消息。 那一刻我有即时一个反思, 其实科技网络是可以解决到生活上一些难题, 并且原来信仰网络让我体会到, 更加可以让到沉睡的心灵得到苏醒, 对未来仍然有盼望, 并且可能从信徒的互动中, 可以体验到神的看顾供应。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去面对生活上有一定的限制, 很渴望别人成为我们的支援网。 同样在二千年前初期教会被神大大使用的使徒保罗, 他建立了不少的教会, 新约圣经二十七卷书有一半的书卷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笔, 但是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人, 在他晚年的作品之一, 提摩太后书去流露一个请求的信息, 很想提摩太成为我的支援网, 就像我们今天从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九至二十二节, 我们去看看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建立这个信仰支援网呢? 为什么我们去建立呢? 当我们建立的时候预期会见到什么效果呢? 心态、原因、效果, 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 三个具圣灵, 你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让神的话语, 有如两人的利劍, 去苏醒我们的灵, 求助帮助, 以身祷告奉着苏圣明祈求, 提摩太后书是一卷强调苦难的书卷之一, 苦难这两个字在这卷书出现了七次那么多, 苦难令到保罗去达来一个新的常态, 这种新的常态就不是好像我现在个个都去戴口罩, 这个新的常态都不是令到我们要网上崇拜, 这个新的常态也不是, 也是的,令到我们足不足乎, 原来当时不下去, 因着福音的缘故是足不足乎, 是被困在罗马监狱, 被一帮罗马兵丁牢牢看守着, 这个新常态苦难, 甚至波及到他的徒弟提摩太, 他很担心福音好像对当时来说被限制, 他不知道前路是怎样, 他很胆怯, 保罗因此这样的缘故去写一下提摩太后书, 要让他明白福音是愈了面有苦难, 你不应该以福音为此, 甚至他说到你要跟我去为了福音的缘故同受苦难, 好象基督耶稣的证病, 不知道可能当你去看一些电视的剧集, 可能是Jean Spawn等等, 一些特务, 当你完成了一个任务, 国家受了一个荣誉的徽章, 而保罗同样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 去记载着他一个相近的观念, 就是先为福音受苦难, 后得荣耀, 经文这样说,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传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哪日要刺激我的, 不但要刺激我, 也要刺激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什么叫公义的冠冕呢? 相信大家都可能曾经有看过以天屠龙记, 相传江湖人士只要拿着两把神器, 就是以天剑屠龙刀就可以统领江湖, 一统天下, 成为武林民主了。 这个公义的冠冕就是说到, 我们将来和耶稣基督都会成为武林民主, 统领江湖, 按照圣经的文情去发展, 这个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就是当耶稣基督他第二次再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会将公义的冠冕 去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所以保罗他安慰提摩泰, 纵然可能福音的缘故, 因为当时的社会的状况局部的限制, 你同样都可以看到, 先为福音受苦楚, 后得荣耀这个概念。 不过很有趣, 这个气氛呢, 讲到这个师父保罗, 好像很超然的地位, 但他在第九字突然间气氛一转, 就好像变成了原来这个师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 师父仍然百分之一百的血肉之躯, 他仍然面对生活的限制, 就向徒弟提出一个请求, 四章九节, 和有一节这样说, 你要讲的, 来到我这儿, 你要讲在冬天之前, 来到我这儿, 讲的就是说, 就是苏木诗说, 有这么快, 有这么快, 这个讲的是带着一个命令的语气, 是持续不断, 快点快点, 并且加上一个限期, 在冬天之前, 你到我这儿, 这个讲急的程度, 令我想起我中学的时候, 一个片段, 就是那时候突然之间上了下课, 我们的班长突然间进来班房, 陈同学, 你妈妈打电话来校务署, 你快点去校务署听电话, 陈同学就很快去校务署, 然后回来课室, 就背书包, 就冲出班房, 然后一个小时后, 一个小时后, 陈同学又背着书包, 又回来, 和我一起上课, 正当你八思不得其解, 接着陈同学就跟我们说, 唉, 妈妈出门口的时候, 忘记关火了, 她很担心家里火热, 所以快点, 有这么快, 得这么快, 回到家里, 去关火了, 或者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个心情, 去理解这个紧急, 这种的, 不做就很大件事了, 就是这种的心情, 但是你想, 那时候, 为什么提摩泰, 师傅要命令这个徒弟, 又这么快, 又这么快回来呢, 我们去看第十节, 因为抵马贪我现今的世界, 不同正面或者负面的原因, 他身边的战友都一一离他而去, 纵使有老家在他身上, 他都可能难免面对孤单, 虽然经文十七节提到,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给我尽都传明, 叫外部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是啊, 神是整个宣教的核心, 所谓宣教就是向跨种族, 跨地域, 跨文化的人去传扬耶稣基督的作成, 这样的好消息, 昔日神去呼召, 阿英这么说, 昔日耶稣呼召保罗, 去作为宣教士, 去赐能力, 勇气, 向欲出, 散掌, 罗马政府一个最高决策的机关, 去解释福音的真确性, 同样在这一卷监狱的书信, 肥立比书去特别到保罗, 去靠着神去学习, 在监狱的恶劣的环境去共处, 经文这样说, 我知道怎样处悲战,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秘决, 我靠着哪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但是我们都不可以去草取下一个结论, 就说保罗有主耶稣就不孤单, 不缺乏了, 其实我们孤立自己, 包装自己成为一个属灵的超人, 是一个假属灵的表现, 相反, 既依靠神去克服一个恶劣的环境, 都合而去表达个人的需要, 去请求别人帮助, 这个才是真正熟能的表现, 所以我们从经文去学到第一个生命的提醒, 就是要竭力建立信仰的支援网, 在2000年, 他上了一部电影, 叫《劫后重生》, 那个诺文就好像《老奔信漂流记》, 就是说有一个速递公司的人员, 因为遇上空难而流浪到荒岛的故事, 他满到要将自己手上的血, 就将排球画上眼耳口鼻, 称他就说Wilson, 原来一个人当悶到的时候, 都会将一件死物, 去化作成人, 一个真实的朋友, 与他互动的, 更加给他体会到, 人就算多孤僻都好, 他怎么都会渴望与人之间结恋, 很想他有一个真实的关系, 当然我们就不会像Tom Hanks一样, 流浪孤独, 但其实你会不会同样, 好像Tom Hanks一样, 在信仰的层面里, 成为一个熟灵孤儿子, 即是翻崇拜不翻团契, 越缺少了信徒与信徒之间的互动的时间, 我个人是很支持疫情的缘故, 是进行网上的崇拜的, 同样网上崇拜失去了, 我们最会前后那种打招呼, 问候, 互相的代讨支持那种功能, 专家都说, 如果我们将参与一个活动, 持续超过21次, 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疫情的缘故是影响到我们将原来原本的群体, 一个敬拜的模式, 仿佛好像变成一个个人性的敬拜, 平时可能你都会一家人回来教会, 一起重拜, 现在会变成大家都在家里面, 在不同的角落, 在不同的时间, 都去参与网上崇拜, 余德纯博士就在2016年2月26日, 在一个特别的讲座, 就叫中年及退休人士的生命反思, 他提出原来人的风性有五大指标, 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多少交心的朋友呢? 如果我们只是有凡凡之交, 客套说话的朋友, 到我们将来有病了, 有烦恼, 心情低落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手机打开的很多的通讯录, 很多的电话号码, 但肯定是想不到找哪一个可以说自己的心底话, 也不知道有哪一个真心去挂念我, 去时刻挂念我需要的朋友, 而相反, 如果有交心的朋友, 借着谈谈, 回馈, 是会提升我们的意志, 抗疫的能力, 所以我们真的很要决力去建立我们信仰的支援网, 就让我们继续去看下去, 从经文去看下建立支援网的原因, 第十一节后半段这样讲, 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 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 使徒行转十五章, 他记载着保罗和他的紧密战友, 当时的紧密战友巴拿巴, 为着马可的去留, 去产生一个很大的分歧, 结果分道扬镳, 而使徒行转十一章, 他记载着巴拿巴是一个大好人, 正当当时保罗未信主之前, 就不断去追杀残害基督徒, 是一个杀人犯, 当他悔改归向主的时候, 就是巴拿巴第一个去接纳他, 去呼吁教会的带英姊妹, 去接纳他成为一份子, 即使回去看马可按照所说, 是一个很缺乏稳定性, 去中途退出宣靠工作的人, 但相比保罗, 其实马可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由此可见, 巴拿巴是一个以人为本, 而保罗是一个以目标效益为优先的人, 但去到保罗的侍奉的晚期, 他对马可有正面的评价, 譬如他在哥罗西书, 他就说原来马可和我一起坐牢, 为了福音的缘故, 都一起去慰问哥罗西的信徒, 甚至保罗在这卷书提文的头书, 就称马可在他的传道上, 于他有益处, 有益处就是当时的浪马社会, 是一个商业的用途, 是能够产生利润的, 可见马可对于保罗来说,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队友, 究竟是马可的生命成长, 是合乎保罗的侍奉哲理, 还是保罗的花容度有所提升呢, 还是双方都有成长呢, 经文是没有详细交代的, 但至少我们看到, 过去在侍奉里面的半脚石, 一些的, 你觉得好像一个坏人, 但经时间变迁之后, 它都会成为你的侍奉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其实当你团队出现了撕裂, 是显出我们每个人, 对不同的价值观, 深层次里面有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怎样看这个团队的撕裂呢, 就好像半杯水那样, 是危呢, 还是基呢, 是一个视之为生命更新, 团队更新的契机呢, 当我们生命有更新, 有成长, 就可以承担更大的任务, 去从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局面, 所以我们从经文去看到, 帝国的提醒, 团队是让我们生命更成熟的, 我记得我太太, 帝国的权利玉, 她6月的时候, 也有来元朗堂讲到, 她那时候就说, 那时候人生里面, 去面对一个低潮, 低潮到我是足不出户, 成为一个宅男, 经过一段时间, 开始对人生的方向, 有少少的动力去探索, 我看到, 做农科? 接着没几天知道, 你想去充满了正能量的cafe, 去做乙工, 吓到他被高楼都侮辱, 因为那时候再加了少少背景, 我之前在大学里面做传作人, 所以有一个全职侍奉, 去到劳动工作去做饮食业, 完全都不拉奸的, 甚至乎我太太, 那时候也有些招集, 于是就去甚至扮演一个神秘顾客, 就去到这个福音cafe, 去做究竟试一下我所说的正能量, 是怎样正能量化的, 结果无论是上菜速度, 当时环境的炒杂的声音, 充满了负能量, 所以我那刻的互动里面, 其实我好像一只马匹, 一只提不起劲的马匹, 正当有动力, 很想去前面的草原, 去奔放的时候, 这个马匹上面的骑士, 就用姜绳拉住, 是要喝停的, 但是我感谢太太对我喝停, 因为我体会到, 整天由朝到晚的一种体验, 我发现这种体力劳动, 这种饮食的荷业, 原来不是我的杯茶, 我感谢太太, 去锻炼我成为一个心思细脈的人, 其实我们生命人生里面, 是出现很多不同喝停我们的人, 他们不是坏人, 会不会我们有时想的东西太过主观呢? 会不会有时我们想的东西不够周长呢? 所以身边的人会帮助我们, 更加有合理的原因, 当我们分享的时候, 他们会更加帮助我们, 同样在宣教界别里面, 团队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 譬如当一帮在香港的信越代的年轻人, 去到一些很落后的国家, 那些地方的穷度, 只是以香蕉花来冲击而已, 当他送上这个无花果去做零食的时候, 我们当是零食, 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隆重的礼物, 他不舍得当是下午, 或者延后到晚餐才会去吃的, 并且当地的传道人, 整个夫妇他们, 透过很微薄的薪金, 然后星期六日, 去服侍这个叫做妇姻族的群体, 他们的夫妇的卫生, 令一帮当时的香港的信二代有种反思, 为什么我们可能在香港里面, 为我们的将来,为我们的梦想, 可能是成为律师,医生, 这些都是好的, 我们去追求, 但会忽略了神赋予给教会信徒的使命呢? 我们会不会将那个次序调转了呢? 透过这种生命的互动, 这帮年轻人都回到香港的时候, 继续很关注这个方式工的发展, 并且他主动去参与成为教会的短孙, 筹备的成员之一。 同样, 神会借着一些紧密的团队, 去炼正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我们家里的子女, 公司的同事, 上司, 或者在教会里面一起侍奉的人, 可能有时一种的磨合, 是会给你一种很难顶的感觉的, 我们可以想一下, 究竟从这个熟来的角度, 神想我从这个冲突去到什么功课呢? 究竟是面对公司的社博文化, 究竟我是要以恶报恶, 还是我们继续学似其他人一样, 要去代其他人一些无理的要求呢? 盼望经文去再次提醒我们, 神去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去令到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 我们再从经文去看看, 一个好的团队预期会产生什么效果, 第十二节这样说, 我已经打发推积鼓往以忽所去, 我在特罗亚留于家暴的那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近的是那些疲倦, 先停在这里, 第十二节他说到, 推积鼓是一个对于保罗来说很重要的成员, 就是他当时将以忽所书和哥罗西书的书信 带来到他们当中, 到这卷提摩太后书, 推积鼓再一次去二佛所, 但经文没有交代他去的原因, 有不少的圣经学者相信他去二佛所, 就是接替正在目会的提摩太, 去做一些交替工作, 去接盼的工作, 好让提摩太可以去到保罗去见他临终的一面, 另外刚才十三节他所说, 无论外衣、书、疲倦, 对当时对于保罗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资, 在一个监房, 机航交逼的情况下, 要知道, 当时罗马社会的监房和香港是很不同的, 是不会有人主动去提供三餐饮食, 不会提供棉胎皮铺, 所以在一个这么冬的冬天的环境里面, 他很需要衣物的保暖, 另外书、疲倦是当时一个唯一重要主要的文字通讯的工具, 十四节, 同将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 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 你也要防备他, 因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 亚历山大在当时世界有一个很通行的名字, 但至少提摩太知道他所说, 保罗所说的亚历山大, 就是在传递一些非基督教正统的教义思想, 要去防备一群羊仔, 防备一群信徒, 因为听到这些非正统的教义, 而对救恩, 对神等等的教义有错误的理解。 所以看到这短短的四节, 就好像是一种团队的互动, 有人去做补位的工作, 补位做牧养工作, 有人去提供物资补给, 有人去给予熟灵的提醒, 就好像一个互相协作, 一个协同效应的现象。 所以经文也告诉你, 原来一个好的团队是能够产生协同的效应的。 在这十年, 是留下了一种汽车, 就不是电能, 是一个混能的汽车, 去取代传统的燃油引擎的汽车。 这种混能车, 它安装了一个特大的电池, 透过车里面本身的智能系统的控制下, 有效去协调一个电池和引擎, 去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 就好像当右上角的幅图, 当市中心经常面对交通制室, 车辆的智能系统就会设定电池为一个主动的驱动力。 但当车就进入到好像机场的高速公路, 每小时110公里的时速去行驶的时候, 这个智能电脑就去切换, 燃油引擎成为一个主要的动力, 同时让引擎所产生的动力, 去到经过电池底下去处成一个电能, 俗称叫叉电。 智能电脑控制着汽车运能的行驶, 去适时发挥两者的力量, 互相叉电, 彼此补足, 去创造一种身身不适的高效的驱动力。 同样在宣教工作, 宣教士会同样去跟信徒的配搭, 就好像这个运能车里面一个特大的电池和引擎一样, 就好像信徒会去利用公寓的时间, 去参与短宣, 去出席猜传的祈祷会, 或者甚至去一些旅行, 去探访海外的宣教士, 经过三一神的协调底下, 去产生一个宣教的协同效应。 这幅图不知道能否认识到某些人呢? 除了我之外, 可能有些人也会认识的。 当时就是一些香港的特兴之会, 他有个心愿, 很想去帮一帮的富裕族的大学生, 去进行网上查经, 而他的心愿是很想, 除了他们在教会有教导的机会之外, 他也很想有更多教导真理的机会。 而那边的箱, 柬埔寨的富裕族的大学生, 他很需要英语的水平提升, 于是神去使用猜会的协调下, 去替双方创造一个商人的局面, 帕莫去帮助这帮大学生, 将来在本地找到更加好的本地工作, 藉着更加好的身水, 比较好的奉献, 去推动当地他们的福音工作, 也都会藉着网上英语查经班, 去开阔香港电影支会的硬界, 原来我们都可以服侍非华人的群体, 盼望我们突然之后, 都可以除了刚才所说的教导, 去贡献我们有的财贡, 我们专长, 我们恩赐, 就好像在关顾, 财务管理, 辅导等等, 去组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宣教联亡, 从而去产生一个宣教的协同效应。 今天我们从经文里面去学到三个生命的提醒, 第一个, 用什么态度呢? 是用派力这种态度去建立一个信仰支援网, 而建立支援网的原因, 原来神是透过团队, 让我们生命更加成熟, 当你努力去建构这个团队的时候, 经文会告诉我们, 好的团队能够去产生一个协同的效应。 今天疫情的缘故是影响我们在家工作, 网上崇拜, 可能不知不觉习惯了, 不是很想实体聚会, 从群体的信仰去成为一个个人的信仰, 盼望疫情不会减退我们, 揭力做别人生命的支援网的动力。 或者你想起最近很少见某些朋友, 很少见到某某弟兄, 某某姐妹, 聚会完后, 我鼓励你助言起行, 打电话, WhatsApp, 或者去约一个视像的会面, 其实活出信仰之援网是有所行动的, 去聆听别人生命的故事, 可能他们会对世界, 香港的乱局感到矛盾, 焦虑不安, 愤怒, 无奈, 开不了心, 起不了境, 或者神会透过你深度的聆听, 你的摆上, 让他感到被明白, 被接纳, 被肯定, 他们就不再活在一个属灵的孤独里面, 用一齐同心的祷告。 参加主, 你今天仍然被我们有妄想崇拜的时候, 盼望, 你借着附近今天宣言的信息, 去帮助我们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都渴望在生命里面, 渴望有人结列, 我们每一个能够去离开这个属灵的孤独, 去找我们的摆上, 我们的关心, 我们的聆听, 既然在夜景里面, 去见到神里莫大的任备, 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那位的神, 你是那位去测不透丰富的那位神, 让我们去体验到你一切的尾线, 以上讨告, 奉着苏圣, 圣明祈求, 阿们。